大家好 我是華生 史達森 哇 這麼會 這是我們的新單元 電影職業 大家看到標題的話應該都知道 這是推薦我十個自己喜歡 Netflix的恐怖片清單 然後這個是沒有分名次的 只有分我自己喜不喜歡 不分名次因為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影評家 前面的影音會先講一些 稍微聊一下自己的心路歷程一些廢話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後面的拍檔 可以直接跳過去 關於下方再貼個分鐘數 OK 先講一下為什麼會 大家可能覺得我是來亂蹭的 可能自己隨便寫幾個自己喜歡的清單 或是看幾個高評價的一些恐怖片 然後就直接貼上來這樣 或是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這樣 其實不是 因為我在以前呢 就很久很久以前還沒有做YouTuber之前 我就夢想當一個影評家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都很愛看你 非常非常愛看你 在還有無名小戰的時候 我也有經營自己無名小戰 寫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啊 那因為無名小戰已經不見了 所以現在大家已經看不到我內容了 但是如果是皮克棒的話都還有在 對 叫迷上 我不叫華生 那我的暱稱叫華生沒有錯 但是應該是要打迷上 這是為了證明我不是隨隨便便出的 我以前真的有很努力在 嘗試經營影評這件事情 然後呢 我那時候 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名 用門文章 有14萬喔 有14萬的點閱率喔 就觀看文章的次數 所以那時候我自己是真的有在 經營影評這件事情 那時候想要練習一下 就是用文字抒發一下這些東西 因為在看完電影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看了當下會覺得 看完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我會久久不能自己會 在擅長的時候會坐在那邊 然後會覺得 心裡很澎湃的這種感覺 然後就會想要把它寫出來 雖然是在 那一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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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圈子裡面 有一點點一點點知名度 起碼我經營了一段時間啦 有些人會講 底下留言說 我的影片怎麼這麼主觀啊 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我的文字表達沒有這麼好 但是我很會 表達我的主觀感受 我幾乎寫的影片都是我自己喜歡的電影 我不會寫自己不喜歡的電影 那可能會有人覺得 這不是真正的音頻 對我不是真正的音頻 所以那時候正在練習 因為現在有Netflix嘛 Netflix算是大家最常用到串流平台之一 因為Netflix上面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不會有評分 所以你在上面看不到客觀的評分指數 所以不知道這部電影是累的 還是怎麼樣 所以你都必須得自己去網上查 Netflix是因為它是客製化 你自己的電影清單 所以你不一定會看到全部的電影 新的電影他們主推的一定會看到嘛 但你不一定會看到全部的電影 而且有一些是很不錯很好看的電影 你可能會錯過它 然後再來就是Netflix它是有時間限制的 例如說它可能在台灣買的這個版權 有可能只買半年 然後就下架了 所以有很多很好看的電影 都是一下子之間就不見了 所以我才會想說來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Netflix裡面 自己很喜歡的 目前啊現在是 2020年5月26號 那我不知道 PO出來之後會不會下架 我就先推推看 我現在目前是先推 恐怖驚悚片 那主要是 類似像那種狂殺片 或是鬼片之類的 我覺得就很適合 無腦的一些爆米畫的恐怖片這樣 所以我就推薦了10部 我最喜歡查一個網站 大家看電影都會知道 叫做IMDB 你就往上去查 電影的 它的英文片名 然後去查IMDB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IMDB上面的分數 那這個分數呢是 算是客觀的 但是都是觀眾評的 所以有一些分數 沒有那麼客觀 然後就會狂給 草底分那種 0分或是1分那種的 我自己是沒有評過分啊 但是就是有很多電影都會 被這樣刷下來 所以我覺得恐怖片在IMDB上面來說的話 你就是 除了你去看你自己的題材之外 自己喜不喜歡 看一下年份 我覺得6分左右都是可以看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看恐怖片的話 因為恐怖片真的是因人而異 第一部我要推薦的是 暫時停止呼吸 2016年上映的電影 那導演是 For the Rake Our Lays 那為什麼要講導演 因為我覺得講導演非常非常重要 是因為你可以去查導演過往的作品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說不定有一些電影是你喜歡的 然後結果是這個導演導的 那他的風格和他的節奏 可能都會很類似 或者是他的思維 就是你看久了之後 你會大概知道這個導演 電影的節奏是在哪裡 為什麼會推這部電影 除了IMDB很高分之外 7.1分在恐怖片來說 是很高很高分的 我覺得以恐怖片來說 他算是小品 他是沒有鬼的 所以如果只是喜歡那種很驚悚的節奏的話 這部電影是非常值得推薦的 他其實很無腦 我說的無腦 是指他沒有什麼劇情 他居然就是三個人 做錢犯科 做一些小錢小偶的事情 那他們就找到一個老兵 然後他是盲人 老人 獨居在自己家裡面 然後因為有拿到保險金 有很多錢 他就要去偷那個老人的東西 原本應該是獵人的人 他們就翻轉過來 所以這部片非常非常有趣 最喜歡的恐怖片類型是 密室類的 那他就是剛好就是在密室類的 其實很多很厲害的恐怖片 例如說像多魂劇啊 他就在一個小恐怖片裡面去完成的 我自己覺得真正的恐怖片 集資打成很厲害的 我最喜歡的都是這種密室的 他就是在老兵的那個房子裡面去完成所有東西 他的節奏 從頭到尾都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他是一個獵人與獵物反轉的一個精神片 他跟境界有相同的概念在 就是因為境界是不能發出聲音的 你為什麼要暫時停止無息 就是因為你不能發出任何的呼吸聲 因為他對方是盲人 但他在他自己的家裡面 他就非常熟悉他所有的地情 而且盲人是他只需要聽聲音 所以他的聽力是非常非常強的 他裡面就很像那種就是 小時候聽的那種鬼故事 想要躲在床下面 然後鬼這樣經過那種感覺 他裡面有運用很多這種因素 非常非常緊張 整部劇情也是簡單 但是也會讓你覺得有點毛骨鬆爛 這部電影我是很推薦的 然後第二部呢 是地獄魔咒 2009年上映的 導演是山姆蕾尼 之前有指導過鬼玩人和獅變和初代的蜘蛛人 他是一個偉大導演 那他的特色就是 擅長掌控恐怖人數還有黑色幽默 他IMDB是6.5分 沒有之前那部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這兩部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認真來說的話他恐怖片蠻病態的 但是大家如果喜歡恐怖片的話 會有這麼一派的人就是喜歡這種比較病態的 會享受這種就是黑色幽默 就是血腥啊 然後或是像BG片那種那種感覺 其實我沒有看過鬼玩人 但是我有看過屍變 他就是那種很可怕 很血型 他的元素是惡魔 還有就是詛咒類型的 山姆蕾尼 其實他的影片節奏都蠻張力的 所以其實一般人都看得下去 他不是沉悶的 他也很喜劇片的節奏 我覺得恐怖片和喜劇片 只是一線之隔 所以我覺得山姆蕾尼 非常會玩弄這種節奏的人 就是一個很北岸的導演 他是會玩弄觀眾的心態 他會在緊張的時候 或是非常刺激的時候 突然該喊兒子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黑色的魔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然後第三部影片 也是一個鬼才導演 斷頭骨 1999年 然後IMDV是7.3分 因為他是很老的電影 看得出來他裡面的節奏啊 怎麼樣都算是老電影的節奏 但是提姆波頓 他擅長的元素是美術 他的美術有非常非常強烈的風格 他是 是死亡哥德風的概念 他之前的作品是 地獄新娘 剪刀手愛德華 瘋狂禮法師 愛麗絲夢現金 像地獄新娘 他的剪刀手愛德華 就是他非常有名的作品 然後他很喜歡 跟斷頭骨的合作 所以這部斷頭骨呢 是強調過早期的作品 你真的要跟現在的電影比的話 他美術一定是有差距嘛 但我覺得還是非常值得看 他IMDV7.3分 當然這只是參考而已 但是他很有萬聖節那種 在講說就是以前英國的 一個小鎮上面的無頭命案 是一個無頭的騎士 在找他投入這樣子 然後都會莫名其妙被人家斬首這樣 強尼代夫就是飾演一個 科學辦案的單小鬼警察 然後他很怕血 就是非常非常充實 他讀信科學辦案 但是他卻來查這些神學和玄學的東西 他的色調還蠻灰的 很慘白 然後道具也做的其實都還不差 已經厭倦了現在 喜歡用特效去代替恐怖片的人的話 其實會很喜歡這種電影 因為他們以前道具 你看得出來是道具 但他們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用心 故事節奏算是一流的 我覺得啦 你現在看可能會覺得 猜得到他的結局 現在電影真的是越玩越精彩 所以呢我覺得 鑽頭骨還是非常值得看的 尤其他是一個很經典的老電影 然後再來是第四部 死亡直播2008年 他IMDV是5.9分 雖然說分數不高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看的 原因是因為他這部電影 是翻拍西班牙的電影 西班牙的原始片是叫做 陸道鬼 因為他那部電影上面只有翻拍的 不然的話其實你可以直接去看 西班牙原版的會比較好 我覺得會比死亡直播還要好看很多 但是呢你還是可以看這部 畢竟好萊塢翻拍的 也不會超到哪裡去 他的節奏啊或怎麼樣 一定是會忠於原著之外 他還是會改變一些東西 節奏都還算是主流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 然後他的拍攝方式比較特別一點 他是前陣子非常流行的維吉片 這種系列就是像鬼入金那種的 鬼入金就是那種偽紀錄片 雖然說他的原版叫陸道鬼啦 但是他其實是公式片 沒有接觸過這類型電影的話 我就可以去看看 然後第五部是他 2017年然後MVB是7.3分 這部電影我覺得不需要太多介紹 原因是因為他是很近期的作品 他也是史蒂芬金 史蒂芬金這個名字真的是超常見的 他這個也是重新翻拍過的 以前有舊的 沒看過沒關係 因為舊版的節奏真的超級慢 舊版是直接小朋友 長大然後拍到結束這樣 所以非常非常的久 現在這部電影絕對會比較屌的原因 是因為畢竟特效做得好嘛 我覺得算是恐怖片裡面的奇異博士了 就是他做得很花俏 所以很玄幻的一些畫面 他都可以直接用特效做出來 或是用一些比較現代可以做得到的 運鏡的技巧 然後小朋友的童星也演得超級棒 他們真的很厲害 然後小丑盤寧懷是也很厲害 坑花本他根本就是他的眼睛是真的自己可以分開的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 也不用到太大推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是 近期真的很厲害的一部作品 然後第六個 恐怖旅社 2005年 RMTV15.9 恐怖旅社我想了很久 因為第一個 他是一個 就是喜好度很偏頗的一部恐怖片 他不是大眾喜歡的 但是呢 如果你很喜歡 恐怖殺戮片 那種狂殺片的話 他算是 始祖之一 應該叫什麼 叫Q片喔 血點電影 他說血點電影代表 恐怖血點電影喔 但是他又跟連環殺人不太一樣 他不是連環殺人那種病 因為連環殺人是只有一個人在變態 但是恐怖裡真是一群人在變態 他就是一個很扭曲的價值觀和社會觀 然後他的社會型態就有點像是 一群殺人魔 以血腥為樂的 一個烏托邦的一個世界吧 但其實以前看的時候會非常非常震驚 因為他是2005年的電影嘛 所以那時候看的時候其實非常震驚 但現在看我覺得還好 像最近有什麼韓國金號房啊 然後還有暗網的一些恐怖的 例如說像Red House 紅色房子 就是他在講社會 其實有這些很變態的一些黑暗的陰影面 而且這些人大部分說不定都是 社會的高知識分子 我覺得恐怖女生算是一個很病態的一個恐怖片 所以他雖然說IMDV5.9分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想要看看的話 你就算不帶腦子去看也可以 他就是一個爆米花雙片 非常的鮮心 那第七部是 另一陰仔 2013年 IMDV有7.5分 是非常高分的 這部鬼片呢 2013年也算是近年來 非常非常具代表的鬼片 那他是瘟子仁宇宙的成名座開始 那時候另一陰仔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讓人家為之一樣 是因為好萊塢鬼片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荒很久了 很早期是 泰國鬼片嘛 然後日本鬼片 那時候大部分的鬼片都是靠那種 突然用音效嚇人 然後突然出現了畫面 其實已經讓觀眾很疲乏了 你只換了一個劇情 但是其實 你在嚇人的手法上面都是差不多的 你也不會讓人家覺得很毛 另一陰仔除了他們的劇情 演員之外 他在嚇人的鏡頭上面是 當然一定還是要有這樣scale 這是一定的 這是最基本的嘛 但是他主要不會只用這樣scale去嚇到人 他會用一些很別處心態的一些鏡頭 然後會做到鬼片不一定要全黑 才可以嚇到人 因為其實鬼片通常大家都會有一個 默契在就是 在晚上的時候你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白天的時候 啊緩衝一下 因為現在開始要吸收一些劇情上的鋪陳啊 大白天的時候 你也不會覺得會有一絲的安全感 那我覺得有趣的是 安娜貝爾 他其實只是配角中的配角 然後才出現一下下而已 但是他就大爆紅 你說靈音展很屌嘛 但是可能你現在去想 還是安娜貝爾最讓人家的影響乘客 所以之後就出了安娜貝爾的延伸電影 溫子仁的電影他也奠定了他的 溫子仁其實最屌的作品呢 是 多文劇 剛出第一部的時候就大爆紅 後面就出了一系列的多文劇的電影 但是都不是他自己出的 所以呢 我覺得溫子仁算是一個天才啊 他在劇情上面 和鏡頭上面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這部片呢 就是沒有看過的人 我覺得是第一部可以看的 第八部鬼影 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是以疫情為主的電影 他的劇情的 吃重比例非常高 所以你必須要非常入戲 還有很多劇情上面的 例如說他的 有一個元素就是拍照 只要講到鬼 大家最喜歡的 用的元素就是 因果關係 以龜雲來說的話 我覺得算是 做得很出色的一部鬼片 到最後你直接去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很毛骨爽 會覺得超毛的那種 喔喔喔喔 會抖一下那種的 他就是屬於那種鬼片 他這部片非常非常怕 被爆雷 他基本上呢 被爆雷了 我覺得你就不用看了 就可以跳著看了 如果沒看過的話 不要去查他的評價 或是他的介紹 絕對不要去查 你有沒有看到關鍵字 然後就 喔喔喔 你看完之後 你就會失去所有的驚喜 你就會覺得這部電影 沒有這麼好看 也是蠻特別的 第九部 殭屍 片名就覺得很直白 他是港片 其實這麼多恐怖港片 為什麼沒有推以前老片 真的恐怖片來說的話 老片 除非真的是像鬼影將 他劇情很特別 然後又算是經典之一一樣 我才會去推 像殭屍的港片 其實大部分都是 殭屍到達那個系列 其實都可以看 他就是喜劇恐怖片這樣 那殭屍就不一樣了 2013年出的 然後IMDV是6.3分 他穿的是 致敬以前 香港早期的 林正英殭屍道長 那個輝煌時期 殭屍電影 看完了之後會覺得 很感傷 一部好的電影呢 經得起時間和批評的考驗 這部電影好看的程度 是要去疊加你以前這些港片 還有就是你有看過像 龍婆啊 陰陽路啊 這些東西就是 東方屬於很港味的那種 東方恐怖片 你去看你會超喜歡這部電影 因為它裡面就是 用以前的那種 港片的那種節奏啊 然後你也會看到裡面 很多港片裡面的老演員 全部都是殭屍道長那時期的 如果活著他們都跑過去演 所以我覺得 這些元素種種關係 然後再加上結局 結局就是一個翻轉的結局啊 那會給你很多很多很多的驚喜 但是僵屍有一些人的結局可能不喜歡 那我覺得 我會推僵屍是因為 我超喜歡他結局的關係 一部電影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結局會影響很多人的喜好 那剛好僵屍就是屬於這種影片 畢竟有6.3分嗎 特有也之後如果覺得結局不喜歡的話 那就不要也不要怪我 這部電影就是 我個人真的是很喜歡 第10部電影是 吉林殺雞 2016年 IMPB是6.6分 去查他的時間的時候我有點意外 蠻近期的作品 他就是像金聲尖叫這樣子 無名凶手 就是莫名其妙就會來殺你 他算是很小品的一個節奏的電影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是 所有的演員只有大概三四個人而已 然後他也沒有太多的直線劇情 所以呢 他是一個很快就可以進入節奏的一個恐怖片 也蠻鮮心的 但是不是主要以鮮心為主 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跟那個第一部我推的就是 暫時其實無錫一樣 運用了一些裡面的元素 剛好是相反 女主角是一個 獨居在森林裡面的龍牙小說家 然後就碰到一個沙爾摩 然後那沙爾摩一開始 就把他所有求生的東西全部斷絕掉 而且因為他是榮雅的了 一開始沙爾摩還狂挑釁他 就是要那種玩弄他 然後把他當獵物再慢慢玩 這沙爾摩也很變態 這個導演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叫 比較有名的作品是 可能沒有到這麼多人知道 但是鬼遮眼也是一部很推的電影 在Netflix沒有 他是一個 我覺得鬼遮眼是劇情很棒 因為有時候元素是讓你覺得 真的是鬼遮眼這樣 這個就不多說 鬼遮眼就是有機會的話 不然有看到的話可以去看 那以前因為很流行這種狂殺片 因為女巫角也不是一個 會求生的人 但是他是在講他的求生椅子 所以他到最後就是跟 沙爾摩之前拉扯的節奏 全部都是在求生椅子上面 雖然是蠻推的小品節奏 其實我還有列了非常多的清單 那我在想我要怎麼去推薦其他的片 因為有一些東西真的太吃我的個人的喜好了 沒關係現在還是暫停這樣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說 欸我推薦這十部清單 讓喜歡恐怖片的人 也有得到就是 喔有推薦到這樣 因為我每次去社團 例如說去Netflix社團看 我最近已經沒有這樣的同溫層了 所以就很少看到有人在推薦片 尤其又是恐怖片 恐怖片超容易踩到雷了 然後Netflix上面超多雷 超級多雷 隨便點隨便都是雷 有什麼想要我推薦的系列片單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互動 讓我知道也可以推薦Netflix上面的紅物片 因為我現在目前只用Netflix在看而已 那就先這樣 電影之夜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